众所周知,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姻一直就备受人们关注 而卡米拉女士并非貌美如花,甚至没有特别出众的才华,也没有为国王生育子女 然而,她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和灵活的心态,从原本只能担任半妃的角色一跃成为万众主目的英国王后 这一转变实在令人艳羡不已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所谓一人得到,家中鸡犬皆升天,在小三卡米拉这里展现出了最佳的例子 据称,在小三卡米拉进入王室之后,立即受到了她的亲戚们的热情追捧 卡米拉的妹妹安奈贝尔在皇家大别墅免费居住了数十年 直到最近才被威廉王子赶了出去 然而,安奈贝尔获得的好处绝不仅仅是省下了房租 中间还享受了一些王室待遇 看看她那个卑躬屈膝,虚情假意地接近查尔斯的模样 就知道她从王室那里获得了不少好处和利益 作为小三卡米拉的妹妹 有知情人指出,安奈贝尔的心机水平比起她的姐姐卡米拉要高得多 当年卡米拉能够成功逼走戴安娜王妃,都是因为有这个心机深重的妹妹帮忙操纵了局势 据称,安奈贝尔四十岁生日宴会上,查尔斯和卡米拉首次公开露面 而狡猾的安奈贝尔早早就给戴安娜王妃发来了请帖 然而,当戴安娜王妃收到安奈贝尔的请帖后 她立刻就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顿普通的聚餐 而是一封向一个人发出的多人挑战书 有消息称,当时的戴安娜王妃感到非常生气 她的身体开始颤抖,但她还是勇敢地选择了面对 当令人心疼的是,没想到三个年纪比她大十多岁的人竟然欺负了一个小姑娘 回想起来,真的让人感到悲伤,眼眶湿润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摊牌,才加速了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妃婚姻的终结 从那时起,安奈贝尔这个小姨子就成为了查尔斯身边备受瞩目的人物 也成为小三卡米拉的重要顾问 无论国王和王后参加何种重要商务活动,她总是紧随其后 许多名流都争先恐后地与她交换联系方式 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获得各方面的资源 而卡米拉的妹妹则趁机利用这些资源来收取巨额财富 但是,相对于卡米拉的前夫鲍尔斯及其家族所获得的各种利益 安奈贝尔所得到的只是微不足道 就从卡米拉对前夫以及他们的子孙们持续献殷勤的尽头来看 可以想象他们所在乎的绝非是眼前的房产和首饰 他们很明白要利用查尔斯的关系获得王室的地位 并分配他的财产成为社会名流人士 大家都知道,被称为是理财小能手的查尔斯国王 他手中的财富并非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可以想象得到 而卡米拉也一直为此努力耕耘多年 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手段来感动查尔斯 希望他在未来某一天分配财产时 能够考虑到他的两个孩子汤姆与劳拉 最近,有英国媒体报道 查尔斯国王的手部疾病,相长手变得更加严重 这迫使他不得不提前考虑到王位以及财富继承的问题 而卡米拉一直期待着这一天也终于到来了 然而,他的期望却未能实现 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 查尔斯的财富分配方案让卡米拉感到绝望 他当初的愿望如今却成了泡影 目前,关于王位继承的问题 威廉王子是毫无悬念的选择 然而,在财富方面 查尔斯国王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效仿他母亲伊丽莎白女王 实行君主继承制度 将名下所有财产都传给威廉王子 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支付4亿英镑的遗产税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现金资产,宫殿,珠宝,艺术品,收藏品和土地等 都是查尔斯和王室的祖先们 辛勤努力打拼才得到的 如果说,查尔斯国王要是将所有遗产都分给了其他人 那么王室这超过200亿英镑的资产 将被强征5%的税款 这实在太令查尔斯国王心痛了 所以,查尔斯国王明智地选择了采用君主继承法 将王室所有财产统统都交给长子威廉 甚至都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小儿子哈里王子 当然了,小三卡米拉家里的那对儿女也同样连根毛都没有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 卡米拉必须面对的 是她成为英国王后以来所拥有的大珍珠和各种钻石首饰都将要被收回 在威廉王子正式继位时全部都要归还 在面对继承查尔斯遗产这样重要的事件时 小三卡米拉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反而不得不将她钟爱的珠宝首饰全部归还给王室 这让她感到非常心痛 然而,查尔斯国王已经下定决心 无论小三卡米拉再怎么撒娇发脾气都无济于事 卡米拉愤怒地指责查尔斯背弃了他们曾经的誓言 没想到自己当初将所有一切都给了老棉条 而老棉条竟然将所有的一切又全部都转交给了长子威廉 然而,关于查尔斯国王的这种做法已经彻底惹怒了卡米拉 目前有知情人士透露出 英国王室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个让人感到紧张的情况 甚至安妮公主还向卡米拉王后明确表示 如果她与查尔斯国王离婚的话 那就必须无条件将所有王室财产全部归还 并且不能私自携带任何昂贵的东西离开王室 但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卡米拉王后多次试图想获得王室的权利 但一直未能成功 因此,她担心在查尔斯国王去世后 可能会受到威廉王子的报复 鉴于这种情况 卡米拉正在考虑与查尔斯离婚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安妮公主立即毫不犹豫地出面警告卡米拉王后 如果她选择要与查尔斯国王离婚 就不能携带任何王室财产离开 这让小三卡米拉陷入忧虑 因为她一直计划在离婚后应该会获得很大的利益 其中,卡米拉最看重的是伊丽莎白女王 赠送给她的那枚昂贵婚戒 据说这枚戒指价值不菲 是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特意送给女王作为礼物的 当查尔斯向卡米拉求婚时 她亲自从母亲女王那里取来了这枚戒指 对于小三卡米拉来说 这枚戒指几乎成了她最重要的保障财产之一 但是,安妮公主也明确表示 这枚婚戒是属于王室财产的一部分 源自伊丽莎白女王 并象征着王室的荣耀和传承 因此,在卡米拉王后与查尔斯国王离婚后 她必须要完整返还这枚戒指 不能以任何借口私自带走 其实安妮公主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卡米拉在离婚后 以各种方式谎称 饰品是查尔斯国王送的 并私自取走属于王室的财物 当然了 小三卡米拉一直都希望能够在英国获得更高级的贵族头衔 并且获得经济补偿 以及保障她的未来生活 这让王室内部的人 对于卡米拉可能会在离婚时 提出各种各样的无理要求 而感到担忧 所以作为王室的高级成员 安妮公主立即明确设定底线 并表示卡米拉王后如果和查尔斯国王离婚的话 王室会对她以后的生活做出合理的经济安排 但绝对不能够取走任何属于王室的财产 安妮公主已经坚决地表明立场 并捍卫了王室的利益 这项卡米拉王后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告诉她无论怎样策划 都无法通过与查尔斯的婚姻关系来获取王室的财富 所以说 小三卡米拉的计划将会彻底失败 她只能在王室设定的底线内进行谈判 但不能超过限度 另外 有知情人士透露出 身为未来的国王 威廉王子也不想看到英国王室世代传承的财富 被小三卡米拉的家族独占 她必须确保这些财富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目前除了卡米拉妹妹的房子被收回 但她的两个孩子仍然在查尔斯另一座别墅里居住 部分产权尚未被收回 而这些人也已经长时间免费居住 并拖欠房租和维护费用 威廉王子是非常了解 这对王室财富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她立即采取行动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损失 她很明白 如果小三卡米拉是出于真爱 而与父亲查尔斯结婚的话 那就不应该依赖丈夫提供支持 来霸占英国王室的财富 但关于这件事 安妮公主也是支持侄子威廉王子的做法 并多次警告卡米拉王后 不要违背王室的底线 否则将会付出惨痛 并无法挽回的代价 但作为王室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安妮公主一直都是无条件地支持威廉王子 不得不说在姑姑的引导下 威廉王子早就在王室里站稳了脚跟 并为将来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更加充分做好了准备 所以说威廉王子对于维护王室财富的决心 不能被低估 这场皇室家族之间的闹剧 不仅仅揭示了权力以及利益中的矛盾 还考验着小三卡米拉和威廉王子之间的利益冲突 大家都清楚 威廉王子将来可是要承担起 维护英国王室传统的重要任务 并且还要成为一位明智而聪慧的君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